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先翻开诗篇23篇 诗篇23篇 我要求大家到从 今天这个主日信息开始 我会用六个主日 六个礼拜天 来跟大家分享诗篇23篇 因为23篇有六节 所以每一个主日 每一个礼拜 我只是单单的专注分享一节 那么我要求大家 把诗篇23篇 把它熟背起来 让它成为你的生命的部分 也同时让来着的主日 牧师所分享的时候 你能够更加容易的领受和明白 找到了吗 10篇23篇 找到可以大声说Amen吗 来右边的弟兄姐妹 找到可以大声说Amen吗 我念 请大家留心的看 你可以拿出你的笔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请将牧者圈起来 请将不知缺乏 把他圈起来 他使我躺过在青草的地上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请将行过 把他圈起来 然后也将幽谷 把他圈起来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行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腹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却要住在耶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 你可以把书签 暂时放在四篇二十三篇 我们来看后面 以西节书的三十四章 我很快地念过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 十一节 我要求你打开你的圣经 如果说你是用手机的话 也打开你的圣经 以西节书的三十四章 找到了吗 有些人还在放着 没有关系 我等你 以西节书的三十四章 我鼓励你把笔拿出来 然后准备画圈圈 我不会念完 但是我只念一部分 我大概给你一个的印象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十一节 十一节 找到可以说Amen吗 来我念 准备用你的笔来 把一些的很重要的字眼 把它圈起来 主耶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请将必把它圈起来 将它们寻见 牧人在羊群吃山的日子 怎样寻找它的羊 我必请将必圈起来 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样的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 你三道各处 我必请将必圈起来 从那里就回他们来 我必从万民领出来 请将必圈起来 凡是我读到的必 必那个字都把它圈起来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孤土 也必在以色列山上 一切的溪水旁 境内一切可居住之处 牧养他们 我必在美好的草藏牧养他们 他们的圈 必在以色列的高树山上 他们必在加美 吃圈中躺窝 也在以色列的山 肥美的草地吃草 主耶华说 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使他们得以躺窝 世上的 我必寻找 被逐的 我必领回 受伤的 我必残果 有病的 我必医治 说一面 只是肥的 壮的 我必除灭 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然后我们跳过去 我们跳二十五节 其实下面呢 你再念下去的话 你会看到有很多 我刚才重复的那个字 也必 必必 来二十五节 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乐情 将平安圈起来 平安圈起来 使恶兽从境内断绝 他们必安居在匡野 躺卧在林中 我必使他们与我三的思维 成为复原 请将复原圈起来 我也必将食雨落下 雨落下圈起来 必有妇如甘霖而降 甘霖而降圈起来 田野的书上 必借果 请将必借果 把它圈起来 地野必处产 请将必有处产圈起来 他们必在孤土安然居住 必圈起来 安然居住圈起来 请留意这边说 我责断 我责断 他们所负的恶 就他们脱离 那以他们围辱资人的手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来 拿起我们的圣经 一起来宣告 来准备 一 二 三 这是神的道 我要听到 心道和行道 因为神的道 能改变我的生命 来 你们大声宣告 诗篇总共有150篇 我相信 二十三篇 是我们所有旧徒 最熟悉的一篇 不单止这样子 就是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 他们都听过 诗篇 二十三篇 我想常用这个字眼 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 英文叫做 pre-Christian 我们不要再用 non-Christian 我们要用pre-Christian 因为 非拉铁非 存在的目的就是 为了那些 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人 包括pre-Christian 他们都听过 都熟悉 诗篇 二十三篇 我想说 诗篇 二十三篇 经过那么多年 悠久的历史 仍然存留到今天 影响 每一个神 而你的生命 一定有 他的真理的 美妙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要用六个礼拜 一起来学习 在诗篇 二十三篇 神的心意 尤其是来到 2015年 今天八月份 为什么我说呢 原因很简单 当我们看到 教会增长 成长的时候 我要提醒大家说 不是因为 你的牧师 是因为 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 教会的牧者 你可以说 Amen吗 我有一个的用意 第一个 我讲是要让大家 经过六个 六个礼拜之后 我要大家 对 耶稣是我们的 好牧人 耶稣是我们的牧者 有一个全新的 启示性的一个认识 好让你能够知道 教会的复兴 家庭的幸福 工作的兴盛 全然是因为 这位的牧者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用六个主日的时间 来欢迎 来欢迎我们的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中间 成为我们的好牧人 来牧养我们 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在内 牧养我 我的家庭 第二个的用意 我要分享 十篇和十三篇 原来很简单 前一段时间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一直在默想 二十三篇 当我在默想的时候 有一个的字 一直出现在 我的脑海里面 这个字就是 这六个礼拜 一系列的信息里面的 大主题 英文字母为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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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神要应许我们 教会 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的家庭 每一个的事工 每一个的领袖 将会进入 神为我们预备的 自由 神之所以会这样子 说是因为 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的神的儿女 他们仍然活在哪里 活在 捆绑当中里面 所以我的主题的 信息是 走出幽谷 第一个的幽谷 就是幽律 让我先跟大家解释 诗篇和十三篇 我在读的时候 最能够扣着 我的心血的就是 我们非常熟悉的 虽然我行过 死因的幽谷 我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 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我 我要提醒大家说 诗人他这边写说什么 虽然我行过 死因的幽谷 说行过 说行过 再大声说行过 行过的意思 是走过的意思 行过的意思 是走出来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弟兄姐妹 不理你在哪一个的幽谷 哪一个的黑暗里头 神将会应许 我们每一个人走出来 第一个主日 神要我们处理的 是我们生命中的忧虑 什么叫幽谷 什么叫谷 谷的意思是说 山与山之间的地方 当太阳在45度 照射的时候 照在小区或者是山 那么就会有黑影 影子 导影 笼罩着 山与山之间的地方 就是谷 所以称为 You are the God 这边诗人 他曾经经历过 他在牧养羊的时候 也就是大卫 他所牧养的羊群 是山了 迷失了 走到哪一个地方 走到三与四山 三与山之间的 黑暗的幽谷 迷失了 使到牧人 更加困难的去寻找 那迷失的羊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中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事业里面 包括我们成为传道人 有时候 我们会 迷失方向 我们会Loss 我们会走到 我们人生的一个地骨 什么叫做幽谷黑暗的地方 是没有阳光的 阳光代表什么 代表盼望 但是今天 在这个主日里面 神邀我们去处理 我们的内心的幽谷 这个所谓的幽谷 不是指外在 是指我们内心里面 阴暗的一面 你知道吗 我出来全时间 已经有17年的时间 17年同一间教会 当然这17年里面 在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部门 其实教会里面的服饰 其实坦白讲说 它都是很乏味的 年头 岗会 母亲节 复兴节 中秋节 然后圣诞节 露了一个父亲节 父亲不重要 每一年我们都是一直 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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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轻作 有一些的 因为每一年 有一次的盈会 所以这17年里面 你说牧师 你不累吗 你不会觉得乏味吗 牧师在这17年里面 你的服饰里面 难道你没有受过伤害吗 你的内心里面 难道没有阴暗的一面吗 牧师 在这17年的牧养教会里面 难道你从来没有 为过教会忧虑过吗 那我告诉大家说 如果说诗人大卫 和护神心意的大卫 都有的话 难道我可以讨得了吗 我都有 我相信你也有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处理 内心里面 对环境的忧虑的话 忧虑将会变成一种的病态 听好 变成一种的焦虑症 焦虑症是城市中里面的 一种的病态 什么叫焦虑症 焦虑症就是说 你会无缘无故 对外面的事情 感觉到一种 莫名的忧虑 导致你内心里面 听好 不安 恐惧 导致你对人生未来的前路 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如果说焦虑症 再也没有去处理的话 久而久之 它会变成一种的忧虑症 所以今天 神要我们去学习 如何走错 这个的病态 或者是这个的生活的习惯 常常围在一些小的事情上 有力如何 我要直接切入 我的信息的内容 诗篇23篇 诗人形容 神耶和华为他的牧者 当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在创世纪 是从雅各开始 雅各讲说 他说一生牧羊我的神 意思说他的神 就是雅各的牧者 为什么 雅各本身 他都是放羊的 还记得吗 雅各在拉巴的家 足足十四年的时间 帮助他的舅舅放羊 意思说雅各他发现 当他晚年的时候 他新生了 他的生命改变 他不再去捉 那个祝福 是因为他发现 是神养活 他一生 他是一个牧羊人 他所认识的这位神 就好像一位的牧者 听好弟兄姐妹 我们认识神 可以从我们的工作岗位 去认识 大卫是一位牧童 他认识神的时候 他讲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今天我是一位牧师 当然我认识神 要认识他为我的牧者 这个不困难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说 如果说你是一位老师的话 在你的职业的岗位里面 你可以认识你的神 为你的老师 牧人认识神为牧者 老师认识神为他的老师 工程师认识你的神 在你的工作岗位 他应当是你的工程师 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话 你认识你的神 启示性的认识 应当是 他是你的老板 有什么帮助 有 很简单 今天我在牧会的时候 当我知道 我不是这一间教会的牧者 谁才是这一间教会的牧者 耶稣基督 那么我牧会的时候 轻松吗 轻松 我不会觉得 弟兄姐妹 向我要求 要求 要求 我觉得这样子 在我整个思想里面 神是他们的牧者 神会供应你们所需用的 不是我来供应 所以如果说 你是经营企业的话 你认识你的神 你的神为 你的老板 从你的职业开始 你在英雄的去 经营你的企业 我想问你说 这个企业 如何供养所有的员工 如何供养你的家庭 这个企业如何做得好 是你吗 不是 这个企业的老板是谁 神 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你做老师 你做工程师 你做老板 你都不会有压力 因为你在你的职业里面 你知道真正的做 是谁 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回来再看 诗人 大卫说 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如果说把我的 把它删除掉 我们就变成什么 耶和华 是牧者 耶和华是牧者 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有没有分别 大分别 红银子是一位老师 红银子是我的老师 有没有分别 换句话说 他是属于我的 他是专属于我的 全世界人口 有72亿人口 神他是 整个全地人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 祷告的时候我们 发现 我们的神 好像是跟别人 分享这样子 神当你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你是那位的主宰 你是那位的掌权的神 你坐在高高宝座上 全地人都向你来 敬拜福佛 我们觉得我们的神 好像跟其他人 气舍恶意的人口 分销 我们所得到的 只有那么的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 好像私人所说的 耶和华 是我的 我的 属于我的 他所有的丰盛 都是属于我的 他所有的智慧 他所有的公义 他所有的丰富 都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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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属于我的 耶和华 是我的墓子 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 描写神的形象 有很多的层面 其中一个最清楚的层面 就是描写神为我们的牧者 如果说你要更加了解的话 你就要看 旧约里面的 以西节书 三十四章 才我们所看的 或者是在新约里面 余安福音里面的十章 牧者的形象 告诉我们什么 请留意 当你明白 牧者 他的功用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神在你生命中里面 他所给你的 安稳是什么 第一 牧者是引导者 所以讲说 你的脏 你的肝 安慰我 肝是哪来 安慰 引导羊群 牧者是什么 牧者是保护着 你的脏 你的肝 安慰我 牧者手上的脏 是什么 寄打狼群 还记得吗 在职场高手的信息里面 我说到 耶稣讲说 如同羊 猜进 狼群里面 你曾几何时看过 羊会在狼群里头 有没有可能 没有 羊一定会被狼群吃掉 除非 除非 有牧人 好牧人 跟羊在一块 狼群才会被赶上 不是羊 是狼 狼是代表什么 敌人 黑暗的势力 破坏 盗贼来 无非是偷窃 杀害和毁坏 但是你有没有 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 那个的牧人 保护着 他引导你 他保护你 第三 牧人的意思是说 他常与你同在 他是你的同伴 你知道吗 诗人 大卫在写的时候 他曾经是一个的木头 他花大部分的时间 我再重复说多一次 他花大部分的时间 都跟羊群在一起 所以说 弟兄姐妹 你听好 如果说我们要认识 这位神的话 我们要得着 祂的引导 我们要得着 祂的保护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花大部分的时间 跟这位的牧人 跟这位的耶稣 常常在一起 你说牧师 我觉得 我要寻求神的时候 真的是很困难 错了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告诉我们说 我来 是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的跟风圣 听好 耶稣说什么 祂说 我来 不是你来 不是你来追随 不是你来追赶我的脚步 耶稣说 我来 你在工作的环境吗 我来到你工作的环境 你在学校里吗 我来到你工作 我来到你学校的环境 你在师父的问题里面吗 我来 我来 所以不是你去寻求他 我来 谁主动 耶稣 我们的好牧人主动 你知道吗 打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讲说 我求父 父就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护师 教他永远的与你们同在 今天耶稣住在哪里 教会吗 住在我们的心里 接着谁 接着圣灵那位的保护师 圣经告诉我们说 永远与我们同在 说永远 说永远 永远 永远是什么意思 24个小时 一个礼拜 七天 叫做永远 一年五十个礼拜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每时每刻 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但是当你明白的时候 当你在旷野的时候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其实让我告诉他说 我们是不需要逃的 因为那个牧者 他与我们同在 你可以说Amen吗 耶和华 是我的 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我很喜欢诗篇 十三篇 他一开头的时候 他就说耶和华 在诗篇里面有150篇 没有太多篇 一开始的时候 就以神为开始 以神为开始 我想问你 你每一天起床 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你是以什么开始 你是以你的问题开始吗 你是以你心中里面的 焦虑开始吗 你是以昨天晚上的 懊恼开始吗 你是以昨天晚上 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开始吗 但是让我鼓励你 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都是耶和华 所定的日子 如何经历每一天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丰盛 让神成为我们开始的 头一天 让神成为我们 头一天开始的 那一位的主 邪和华 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鼓励你 呼求他 称颂他 诗篇是一首歌 诗篇是金拜的歌 让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 让你从你口中 发出来的时候 是称颂谁 高级谁 高级我们的耶稣 很多时候我们 有很多的焦虑 我们发现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大过我们的能力 我们觉得糟了 糟了 走不下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从你口中里面所说的话 是你的问题 家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我们来谈谈 马来西亚的局势好不好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感兴趣的 这个 很多时候 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说 牧师牧师怎么办 马来西亚这样子 马来西亚 在这样子的困境里面 其实年头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当马来西亚显得 越黑暗的时候 教会就要显得越光明 当马来西亚显得危机的时候 这就是教会的机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的 我知道马来西亚是处于 水深火热的时候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位很欣赏的牧者 刚好和诗篇23篇很洁净 杨木骨 牧师 在一直97年 大家都知道香港回归 香港有很多的人民 包括牧者传道人 他们的心都很惊慌 惊慌什么 当回归中国的时候 他们的饭碗怎么办 所以有好多的传道人 他们选择移民 去到哪里 美国 加拿大 有比较好的生活的保障 当马来西亚未来的 三年 五年里面 处于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我想问你 你要选择去哪里 今天我身为 神所卷选的牧者 我要选择去哪里 让我告诉你 神的羊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当马来西亚越黑暗的时候 意思说当恶者 要来到当中这个国土的时候 要打散神的羊群的时候 其实羊群所需要的 就是那位的牧者 那位的牧者 所以我绝对 绝对不需要 在最关键的时刻里面 在马来西亚里面 站起来 跟你们每一个人 跟我们所爱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继续为着我们的国家祷告 继续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 继续堵住马来西亚这个破口 这就是神卷选我们 放在这个水深火热 实际的土地上的旨意 为什么 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 耶稣讲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是为羊舍命 好牧人是走在羊群的前面 好牧人不是孤公 什么叫孤公 孤的意思是说 当有问题来的时候 当狼来了的时候 看到羊被吞吃的时候 孤公为了爱惜自己的生命 他就逃离 他就离开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有多少的 弱小的教会 这是我们的负担 这是我的负担 这是秦牧师的负担 所以为什么秦牧师 在一年里面 有52个礼拜 大多数的主日都不在教会 都是去服侍一些 弱小的教会 所谓弱小的教会 其中的一个定义 挺好 不只是单单指人数 是指那间教会 没有牧者 没有牧师 没有传道人 当有羊群 没有牧师 谁把这些羊群 带去大牧者的面前 当他们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 当他们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 当年轻人学业上 遇到感情上那些问题的时候 是谁 那一位的牧者 那一位的牧者 大卫 他被神呼召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神说 神跟他说 他说你要一生 牧养我的牙 虽然他升高大卫 成为那一位的君王 但是他跟大卫讲说 不要忘记你的过去 我拳选你是因为什么 人是看外貌 但是我是看内心 因为我所交托给你的羊的时候 遇到熊 遇到狮子的时候 你不是故宫 你没有爬 你冒着生命的危险 你救了我所交托给你 你爸所交托给你的 羊群 你知道吗 我们所有的领袖 都要向大卫来学习 如果说你想被神升高的话 在这一块土地里面 能够为神干一番的事情 不理是你的企业 或者是我们的私奉 从小事上开始 因为我们的耶稣 他就是为了好牧人 向大卫学习 大卫 是那位的君王 所以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有好多人称耶稣为什么 大卫的子孙呢 换句话说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的大卫 其实是预表 在新约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的 那位的好牧人 那位的耶稣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看到 大卫 他在牧养羊群的时候 在跨业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反映 反映什么 反映今天耶稣 在我们当中 如何来牧养我们 反映什么 教导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做小组长的 我们每一个做牧师 做传道人的 我们应当向大卫 故宫是这样子 故宫看到 狮子来的时候 熊来的时候 他先选择跑先 但是我们的耶稣 他不是这样子 那我告诉他说 不离马来西亚味道的日子 是如何 不离马币 滑落 是否跌破 三点八 三点八 换新币是多少 不重要 重要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庭 你的生活 有没有耶稣 这位好牧人 你可以说 Amen吗 我管他 说得出属一点 我管他 我管他是谁做宰相 我管他是谁 哪一个政党上位 我管他 为什么我这样子 为什么牧师 你那么肯定地说呢 很简单 大卫是如何做君王的 我的意思是说 大卫是如何救他的国家 大卫在政治里头吗 大卫搞政权吗 不是 大卫从哪个时候开始 击倒哥利亚 所有主的学 学生都懂啊 但是大卫是有意要击倒哥利亚的吗 他有策划性的吗 没有 他根本都不知道 哥利亚出来挑战神的百姓 他是在无意中 在小事上重心 送午餐给他的哥哥们 无意中听见 哥利亚出现 那我告诉大家说 现在的确马来西亚 是面对国家的哥利亚 这黑暗的势力 的确是有很多的危机 但是教会 有多少个的弟兄姐妹 有多少个神的儿女 好像大卫能够面对哥利亚 大卫能够击倒哥利亚 靠什么 政权的能力吗 军力吗 钱财吗 不是 大卫击倒哥利亚 就是他写出的诗篇 二十三篇 诗篇里面有多少 多少篇 有多少首歌 都是大卫写的 大卫他自己人独处的时候 他遇到困苦的时候 他的历练很多 他将他所的历练 全部写成一首歌 每一首歌 听好 都是代表他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 虽然我行过石鹰的忧果 虽然马来西亚行过石鹰的忧果 我不怕召害 因为神与我同在 让我告诉大家说 教会要和这个国家一起走过这个忧果 神会应许我们 我们会行过来 我们会走出来 你可以说一遍吗 只要我们有神 与我们同在 这才是最重要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弟兄姐妹 让每一天清晨起床的时候 你都以神为你的开始 但你知道神是你的牧者 他引导你 他保护你的工作 他藏与你的同在 你还需要忧虑吗 所以大卫他才说 我必不至于缺乏 有一个小孩子 有一天他在课堂诗里面 他被老师 被主族学老师教起来 来念诗篇 那十三篇 他紧张得不得了 老师还没有教他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发抖 最好不要教我 果然老师教他的名字 他就站起来 结结巴巴的说 他就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就够了 全班同学就笑 后来老师说 对啊 虽然你背错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就够了 我就够了 你知道吗 有神就够了 你的家庭有神就够了 你的失业 有耶稣就够了 你的问题 有耶稣就够了 你的学悦 有耶稣就够了 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 他是力量的源头 有耶稣就够了 够了 错有错着 走出你的幽谷 我想问大家说 在这边有哪一个 有哪一个 你是从来没有忧虑过的 请举手 从来 我找不到圣人 谁在过去的一年 从来没有忧虑过 过去的一年 请举手 都没有 好 再说小范围 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都没有忧虑过的 请举手 有几位 不错 谁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 都没有忧虑的 请举手 几个而已 也是几个而已 谁在过去的一天 24个小时里面 没有忧虑过的 请举手 也不多 换句话说 你们大部分 在过去的一年 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过去的一天里面 你们都有忧虑 忧虑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忧虑 是否合乎神的心意 忧虑 是否合乎神的心意 回答我 忧虑 合乎神的心意吗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 都还在忧虑呢 牧师很难控制 挺好 你要不要忧虑 是一种的选择 你忧虑是因为 你选择忧虑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耶稣 耶稣苦口 苦口 苦心的他说 他说不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难道你的生命 不胜于喝 和吃吗 难道你的身体 不胜于衣裳吗 看啊 看 天空的飞鸟 也不中 也不松 天父 尚且养活他 难道你们不比 废鸟更有佳子吗 你们可以用忧虑 使你们的年岁 多长一颗吗 你能够用忧虑 使你的身高 多长一点吗 能够吗 能够吗 我们能够用 我们的忧虑 使我们的服势增长吗 我们能够使我们 用我们的忧虑 使我们的生意 多做好一点吗 我们能够用 我们的忧虑 使我们的孩子 多乖巧吗 我们能够用 我们的忧虑 使我们的孩子 多听话吗 可以吗 如果说不可以的话 为什么我们选择忧虑 耶稣他口口婆心地说 他用什么来形容 用天空的飞鸟 野地的百合花 我下个主的我再讲 他说天空的飞鸟 看 我很喜欢耶稣 耶稣是很酷的 看 他在讲的时候 刚好有一只麻雀飞过 可能 会不会是乌鸦呢 应该不会是嘛 因为 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耶稣也不是华人 对乌鸦不会排斥 看天空的飞鸟 也不中也不松 天父伤且养活他 请听好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都是什么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 牧师哪里可以不要忧虑 我家里面有三个小瓜 等着我去养耶 你知道我家里面有开支有多少吗 玄鸟 耶稣讲说 他也不中 不中哪里会有收 当然不会收呢 谁养活他 天父 我很喜欢耶稣用天父这个字 说天父 说爸 后面的说来 爸 说爹地 于安福音里面 耶稣要早上说的嘛 他说你们不认识父 只有子认识父 因为父在子里头 子在父里头 你们看见子就看见父一样 耶稣 他常常 在他的讲道里面 把天上的父神的形象 放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听好 是因为 爱 爱 今天 整个社会的文化 包括教会 虽然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脱离了第一阶段 我们脱离了咒诅 因为耶稣基督 他已经成为了那个咒诅 所以我们已经离开 亚当的那个汉牛满面 才得虎口 你要记得 成为基督徒 不应当说 汉牛满面 才得虎口 旧徒们 弟兄姐妹 当你的朋友问你说 怎样啊 如今 最近好吗 生意好吗 你不要讲说 玩两餐啊 千万不要这样子讲啊 你那么辛苦去做 你说玩两餐 玩食 玩食 千万不要这样子说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咬当的 汉牛满面 才得虎口 才得两餐 玩食 耶稣基督 已经成了那个咒诅 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救我们 脱离罪的咒诅 你可以说一遍吗 所以我们不是 玩两餐 不理在哪个领域 不是汉牛满面 才得虎口 脱离第一个阶段 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我们说风险 我们常说的 多中的就多收 少中的就少收 这话是真的 之前说什么 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是第二阶段 我想告诉所有弟兄姐妹 第二阶段 不是最好的阶段 我想问大家说 小鸟是否是在 第二个阶段 小鸟是不是 不是哦 耶稣讲说 天上的飞鸟也不中 也不瘦 要不要成为小鸟 我的信息的系列的主题 是什么 FREE 有一首英文歌 我很想唱 I believe I can 我怕我会走音 I believe I can fly FREE是什么意思 自由 像鸟那么的自由 脱离鸟 飞的时候是 升过越过 地上的地形犀利 鸟能够飞 换句话说是 越过第二个阶段 综合受的原则 综合受的原则 不是最好的 我称它为第三个阶段 就是 耶稣所说的 不中 也不收 父神养活我们的家人 当马来西亚经济萧条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我们教会的家庭 会遇到裁员 解雇有没有可能 我先说出神所给你的应许 如果说你遇到那一天的时候 听好 天上的飞鸟也不中 也不收 虽然你没有工作 天上的父 父神 他上学养活你 不是我说的 神说你说牧师真的是吗 听好 第三个阶段是 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 说神的儿女 说神的儿女 说我是神的儿女 神是我的父神 我家里面有三个小瓜 十三岁 六岁 四岁 需要钟吗 妹妹 需要工作吗 刚才奉献的时候 好像你从我钱包那边拿钱 那回去给回我 记得哦 他需要任何的忧虑吗 不需要 弟兄姐妹 第三个阶段是承受 神祝福产季的阶段 我们也不中也不收 父神养活我们 我常常说的 一份耕耘什么 百份收获 一份耕耘百份收获 不是我说的 神的话说 回到做儿女的身份 每一天都可以做A Asia Now everyone can fly 很自由可以到处去旅行 回来我的心心里面 不要忧虑 耶稣他说 他说什么 所以 所以 他讲了那么多 他说 所以 所以 不要忧虑地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弟兄姐妹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忧虑吗 为什么你的心情会忧虑吗 因为你口里面常常说忧虑的话 不要 耶稣说 不要忧虑地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不要 因为这一切的事 父神他都知道的 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耶稣说 我们要什么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他都会加给我们 耶稣说 最后一句话 你要记得哦 记得哦 走出幽谷的那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明天自由 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忧虑 一天当就够了 你说牧师我有忧虑 我睡不着 怎么办 去睡 去睡 Just sleep 以前我对那些睡觉的人 我很讨厌 我觉得他们特别懒惰 有问题 有事情 这么不去解决 后来我明白这个道理 一天的忧虑 一天当了 既然已经到了晚上 那一天快要结束了 忘记他吧 不要坐在那边失眠 忧虑着明天怎么办 明天怎样见老板 明天怎样见顾客 明天怎样见务师 明天怎样见丈夫 不用力 明天怎么考试 明天自由 明天的忧虑 今天的忧虑 今天当就够了 这是耶稣说的 你可以说Amen吗 不要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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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对着门徒 苦口薄心说 所以弟兄姐妹 忧虑或不忧虑 是你的选择 所以我们一起宣告说 我选择不要忧虑 我决定不要忧虑 我的思想 我的心 我不要忧虑 因为天空的飞鸟 也不踪也不松 父神都养活他 更何况是我 我是父神的儿女 父啊 阿爸父 你爱我 多过天空的飞鸟 你必养活我 你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于缺乏 Amen 再给我们耶稣 一个鼓励的掌声 爱的掌声 我要结束 你说牧师 你结束了吗 结束了 刚才你要我们看的 以西结束三十四章 没有讲到 我不用讲 刚才我叫大家 圈的字 是什么字 B 以西结束的三十四章 是讲到说好牧人 好牧人是如何 对待他的羊 他重复说了 单单十一节 十一节到三十四章的 最后一节 你知道吗 我算过 总共出现了多少 这个B这个字 一定这个字 出现了三十六次 说哇 三十六次 是不是 以西结先知 他被神罚写 他那个B写错了 所以神罚他写 三十六次呢 No B是什么意思 一定 必定 必须的意思 对方姐妹 你是耶稣的羊 他必赢到你 他一定赢到你 他用 那么多次 你去看 三十四章 我相信是超过 三十六次 我说你看完整天的话 意思说 神是提醒我们 他说话 他说话 他一定会 他必须会 必须的意思说 不会少 绝对不会少 我说话 我一定会做到 我承诺你 我答应你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经历到 神的供应 是因为我们信不过神 我们信不过 祂的应许 我们没有办法 在困紧 在缺乏当中里面 我们跟神说 我选择依靠你 所以我不要忧虑 我们忧虑是因为什么 我们选择依靠自己 不是那位的神 一期结束的三十四章里面 神耶华他 以牧人身份 他跟杨说什么 我必与你立平安的月 说平安的月 你说牧师 如果说我选择 不再忧虑 我应当这样子做 挺好 腓立比书第二章 大家非常熟悉的 应当义无挂虑 义无挂虑 牧师 我可以挂虑 一点点事情 可以不可以 我可以挂虑 很小的事情 我明天我穿什么衣服 可不可以 穿什么衣服 义无 小事大事 不要挂虑 然后什么 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高书 你的神 换句话说 当你选择 不要忧虑之后 你第二个部分 你要做的 敬拜他 早上一起床的时候 选择敬拜他 早上一起床的时候 选择感恩 为你所有的东西 来感恩 为你所面对的问题 来感恩 因为没有一样事情 灵道不是神所许可的 感恩他 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感恩 仓师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 不会唱歌的一个人 但是每一天 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都会哼尸根 我愿 webcam況敬 Ear大概fig hemen 唯有 than me 唯有你 唯有 link 唯有你 你我確信 我確認 都想 生氣 生氣 我親親雙手啊 神貴 尊貴自主 我愛你也是我 我愛你也是我 我就這樣開始我的早上 我不太會唱歌 有時候我唱兩三句我就停下來 很多時候就是我趁我太太沒有在 我孩子沒有在的時候 我就多唱幾句 我的女兒通常會笑我 爸爸走硬了你 我是很攪擾 我在敬拜神 凡是記得祷告 祈求和感謝 叫你所要的 感謝 參世 透過詩歌 叫你心裡面所要的告訴他 耶穌唯有你 唯有你才能夠幫助我解決我家裡面的問題 唯有你才能夠供應我所需要的一切 耶穌我在服事裡面沒有突破 唯有你才能夠給我力量 唯有你 透過詩歌告訴我的問題 然後最後那一句話什麼 神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耶穌基督裡面 保守我的心懷意念 你是說 聽好 我選擇不憂慮過後 我把憂慮 刪除掉 放下 我必須要有東西來塞住我的心 很多時候你說 牧師很難 我能夠一個小時不憂慮 但是一個小時過後我又憂慮 牧師 我能夠不要憂慮 當我買稀票進去 稀宴裡面看稀的時候 那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我沒有憂慮 當我一出稀宴的時候我就憂慮了 你把憂慮放下 但是你沒有把平安塞著你的心 圣經想說 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沒有辦法解釋的平安 在耶穌基督裡面 保守我的心 你要讓神的平安保守你的心 所以以西結束的34章那邊講到什麼 我要與你們立平安的願 我要大家看這一幅的圖畫 這個平安的願裡面 到底這個月有什麼的寶貝 有什麼的產業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我們立月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產業給我們的孩子 這個是我們的遺族 這邊那位的牧者 他以我們立月 他有什麼祝福給我們 聽好 這邊講說 在周遭裡面 所有的走獸都會斷絕 走獸將會吃掉羊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有平安 為什麼 就算是明天有攻擊來到的話 有試探來到的話 神會把所有的試探 所有的攻擊 擋住 斷絕 神會使我在 匡野藏我 神會使我住在 蘇林中裡面 因為我是牙 就算是匡野是危險的話 我可以住在安然的居座 我可以躺在 蘇林裡面 蘇林沒有任何的走獸 給我生命大來的威脅 神如何保護我 神用中山圍繞著我 中山圍繞著我的話 有神祝福的源頭在山上 當我有需要的時候 天上會下雨 什麼意思 當我靈裡面骨干的時候 聖靈它會滋潤我的心 會浇灌我的心 聖靈啊 即時浇灌我弟兄姐妹的心 我沒有辦法代替你的工作 這邊我所愛的每一個弟兄姐妹 當我們靈裡面骨干的時候 夫妻兩人關係 骨干的時候 即時降下你的雨 甘陵甘露從天降下 這代表說神的恩惠 神的恩典 因為聖靈在就業裡面 講到那個甘露就是神的恩典 我們不配 但是祂的禮物祂的恩典 祂會僵在你的事業 你的生意 想像這個圖畫 想像這個圖畫 讓這個圖畫塞著你的心 書會借果子 知會生產 聽好 你的公司裡面的書 你的公司裡面所經營的 每一個的事項都會借果子 你的公司 我們的家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施風 會有生產 生養眾多 偏滿地面 治理這地管理海裡的魚 這就是平安的月 最後 最後這邊講什麼 聽啊 我必折斷 你們的餓 你們之所以會憂慮 我知道沒有辦法控制 你不想憂慮 但是你沒有的選擇 是為什麼 是因為你的思想裡面 有這個惡 瑕疵著你 你沒有辦法控制 導致你患上的焦慮症 你害怕明天害怕將來 害怕錢財商的問題 你不想 但是今天早上 神接著他的話 他是我們的好牧人 他說 我必要折斷你的惡 斷開 封耶穌基督的名字 將我們思想 所有的惡 所有的捆綁 使我們的憂慮 現在斷開 藉著你聖靈的恩膏 吩咐 所有在我弟兄姊妹 思想的惡捆綁 現在斷開 那麽只站起來